之前很多派先锋在KYC程序中都收到了show your name with validators的这个通知 然后很多派有在点选allow之后的一段时间 多数卡了很久的派先锋也都收到暂定通过KYC 或是完全通过KYC 大家好,我叫小萱 这期影片小萱我为大家整理了7个派币新资讯 让大家知道近期派币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消息 那影片和往常一样 影片里会提出我个人的看法和观点 并不代表官方立场 在影片开始之前 老观众可以先点一个赞吗? 新的观众朋友如果觉得今天的分享有帮到你的话 就一定要记得点赞 还有订阅打开小铃铛 OK,我们进入今天的重点吧 今天又迎来每个月的基础挖矿速率调整 这从由原本的0.0104673降为0.0102607 此次下降调整幅度为0.0002066 下降数值为1.97% 比前次的调整的3.08%幅度还要少 那如果您不知道为什么每个月挖矿速率会调整 以及想要知道如何挖更多派币 等下可以观看这几部影片哦 第二个消息更新 Pi Network首页更新加入Pi Network的开发者大使计划 Pi项目方第一次提到Pi Network的开发者大使计划是在Pi2日当天 但是这一次Pi App的主页更新 我们点击这里的话 可以看更多关于加入Pi Network的开发者大使的细节 那么这个开发者大使计划主要是Pi项目方希望透过奖励方式 来让Pi先锋们去外界推广更多生态加入Pi Network中 增加Pi Network实用性生态开发与推进封闭式主网的进程 如果各位派友们身边有认识工程师 也可以让他理解Pi Network的愿景 并试图让他们进来生态中开发 然后有机会得到1000Pi的奖励 以目前来说的话 这1000个Pi币可能是很多Pi先锋好几个月 或者几年才挖到的奖励呢 当然这个开发者大使计划是有现实的 那么开发者大使必须在2023年9月30日之前 邀请开发者在Pi浏览器的生态系统UI上 创建并列出未经验证的主网应用程式 那么我们要如何加入成为Pi的大使计划呢 参加的方法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在PiApp的角色Role栏位中 点击Developer Ambassador功能页面里的Dashboard后 然后点击In my friends来产生邀请连结 并透过你的邀请连结加入的邀请者才具有资格参与 那么开发者合格具体方法有三点 第一使用开发者大使的通用Pi Network推荐代码加入Pi Network 当然这个推荐代码是跟你邀请新的Pi先锋的代码相同 比如小轩我的推荐代码是小轩1314 那么我邀请的Pi先锋只需要输入我的推荐代码就好了 第二成为Pi先锋后30天内在开发者门户上注册应用程序 第三让其未经验证的主网应用程序满足Pi浏览器的生态系统UI的列出标准 并成功列出至少连续30天 其实Pi项目方基本上就是透过MGM,Member,GetMember的方式来增加更多开发者进驻Pi Network 第三个消息更新,生态的专属聊天室频道 现在我们的PiBrowser里的Pi聊天室多了一个新功能 只要您是生态方就可以创立属于自己的聊天频道 并且任何Pi先锋都可以在探索新频道Discover new channel里 找到这些频道并点击join channel来加入频道 那么增加这个功能的主要目的有两个 第一是让Pi先锋与生态方进行更多互动与反馈 第二是让Pi先锋了解最新的发展进度 以及生态方面临的问题等 而且对于生态方来说 也可以更有效地与Pi先锋分享最新的发展进度 并让Pi先锋们了解生态方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那么小萱我个人认为 这个功能可以促进更紧密的合作和交流 让生态方能够及时收集Pi先锋的意见和建议 同时Pi先锋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功能 更直接地了解Pi生态的发展并参与其中 而且除了增进互动和了解发展进度外 这个功能也有助于建立更强大的社群 Pi先锋们可以透过探索新频道来发现其他生态方 加入他们的频道并与他们交流分享资讯进行合作等 这样的社群互动有助于加强Pi生态的凝聚力和共识 第四个消息更新 生态的专属聊天室需要收取费用 我们刚刚提到现在在PiBrowser的Pi聊天室中 生态方可以在聊天室里创建属于自己的聊天室 那么依据这个系统的提示 未来可能需要收取费用 第五个消息更新 KYC姓名审核消息更新 在7月26日时 很多的Pi先锋在KYC程序中都收到了 Show Your Name with Validators的这个通知 这个通知就是说将您的名字展示给KYC验证员审核 然后很多Pi有在点选Allar之后的一段时间 多数卡了很久的Pi先锋也都收到暂定通过KYC橘色 或是完全通过KYC 并少数可以申请当KYC验证员 那么关于这个暂定KYC的说明 大家可以观看这部影片了解更多哟 而对于KYC验证员而言 也收到了新的验证程序通知姓名审核 验证员需要进行测试 并针对被验证者进行姓名审核 这也是今年Pi日中提到会部署的功能 第六个消息更新 新版KYC提醒通知 如果您还没进行KYC 或者还没KYC的话 那么您将收到新版的KYC提醒通知 第七个消息更新 Pi核心团队成员回复两位Pi有的疑问 一位名叫Froen的Pi社区成员 向Pi核心团队的成员提出了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是 关于将钱包中的未锁定PiB进行锁定的建议 他想知道是否已经向Pi核心团队提出 并且是否有任何反馈 另外他也提到了一些关于Pi社区的情况 他指出在Pi App的主页上 学习视频和最新消息能够触达到大部分Pi友 但在聊天或阅读常见问题等更深入内容的人数较少 他还指出有几个Pi用户找不到其他KYC验证者进行KYC验证 所以他想知道是否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新信息 接着Pi核心团队成员Sherry Orange就回复了这个问题 他首先感谢Pi社区成员在聊天中提供的宝贵贡献 他表示会将在聊天中提到的有价值的内容和建议进行截图保存 并转发给Pi核心团队 虽然Pi核心团队不能实现每一个建议 但如果他们选择采纳某个建议 那么Pi社区成员将很快看到他的实施结果 然后Sherry Orange还透露了Pi项目方的计划 就是计划在本季度内制作更多的教育视频和内容 这表明Pi核心团队非常重视社区成员的意见和建议 并希望借助Pi社区的积极参与和支持来 不断改进PiNetwork 然后一个Pi社区成员向Pi核心团队的成员提出了两个问题 他问Pi核心团队是否有关于技术 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教育知识问答类应用的创意 这样的应用可以让Pi社区成员接受教育 并通过回答问题获得Pi作为奖励 而且他认为教育对于让Pi或其他加密货币 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应用是必要的 是推广和普及的关键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除了KYC之外 在Pi生态系统中是否还有应用了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的地方 然后Pi核心团队成员Sherry Orange回复了这位Pi友的问题 他表示对于下一个季度 Pi团队正在考虑为Pi社区成员策划教育内容 他对于教育性的知识问答应用表示很感兴趣 并表示会将这个创意转达给团队 看看是否可以实现 OK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